Hello 大家好 妈妈在这里 在新一年就到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 大家想到 年三十万 过年 我煮些什么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五福临门饭 有听过没有 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 煮什么 这个饭 我们就五福临门饭 我们有米 我这个碗 这个碗是小的 45克米 有这个黄色的 就是玉米水 黄姜水 这个就是玉米水 这个就是那个 你可以用这个 Beat root 那个 Dragon fruit 这个是Panda leaf 这个是白水 这个是五福临门 这个是五福临门 这个是碗仔糕碗 我的米是大约45克 我给你们看一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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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接着我们的水 我们的水 这个我做 我做Carrot水 给你们看一下 Carrot水 大约四斤至五斤 就35 水 这样 这样 就這樣 待會我們就弄好了 就拿去蒸 這次就放這個 這個是黃薑水 你可以用它是tumorate powder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来煮好 我们下来煮好 可以 先冲一下 好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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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火龙果 就这样 我就搓大碗 酱油 汁 汁 汁汁 清色的 最后是白色的 普通水 最后是白色的 放入水 就是这样了 现在拿去蒸 放进去蒸 放进去蒸 蒸了多碎点 我就拿起一点水 放进去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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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成熟 现在蒸好饭 就是这样了 五福临门的饭 蒸的时候觉得不容易吸水 加多1-2匙的水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